鬼子在观察敌情时突然想到 可以利用战士的尸体作为诱饵 以此来猎杀更多的春江好队员 就当他隐藏好身形之时 不远处的草丛就窜出一个人影 来人正是春江好的狙击手哑巴 在一番简单观察后 哑巴便小心翼翼地跑了上去 殊不知一切都被鬼子看在眼里 鬼子为了引出更多的队员 并没有击中哑巴的要害部位 可鬼子怎么都不会想到 此人竟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眼看对方迟迟没有声响 气愤的鬼子便朝哑巴的一手 而藏在暗处的马三炮 也迅速锁定了鬼子的位置 由于鬼子把注意力都放在眼里身上 于是他便询问助手枪声的位置 可问了大半天都没得到回应 等上前检查才发现 助手早被一枪毙命没有人气息 气急败坏的鬼子四处搜索目标 可当他刚发现对手的位置时 下一秒就被子弹击穿了头 本想钓鱼的两头鬼子 如今却把命给搭了进去 而马三炮为了保险起见 于是便一路爬到了哑巴跟前 见周围暂时没有出现异常 马三炮才立马将哑巴带到掩体处 再将队友的尸体也安置好后 马三炮便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 看着被鬼子一枪毙命的队友 马三炮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他势必要杀更多的鬼子给队友报仇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埋伏在四周的鬼子也慢慢摸了过来 当看见队友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时 鬼子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抱着侥幸心里的他爬过去查看 结果竟发现全部被一枪爆了 为了找出狙击手掩藏的位置 鬼子便掏出怀里的镜头 随后套在刀尖上用来观察 而这一幕也被不远处的马三炮看在眼里 但他却并没有着急开枪 因为一旦暴露位置肯定是死路一样 而没有发现异常的鬼子 便用刀缓缓举起军帽 结果刚露出眼底就被一枪打落 于是鬼子便顺着枪声进行瞄准 而意识到不对劲的马三炮 则聚精会神的搜寻目标 就在鬼子发现目标的那一刻 马三炮也锁定了他的位置 随着两声枪响过后 鬼子直接领了盒饭 而看到这一幕的队友便不顾危险 迅速爬到他的跟前进行检查 虽然没有了气息 但他还是想要将尸体拉回去 可就在往回走的时候 背包带却不小心卡在了石头上 队友本想用刀割断袋子 结果却被一枪打中胸膛 原来是龙千炎及时赶过来 而马三炮则在刚才的对枪中 不幸被子弹击中身体 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如果再这样耗下去 就是死无疑 于是龙千炎便决定速战速决